安妮长公主和卡米拉王后早就认识 一位安妮长公主的粗恋是卡米拉王后的前夫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年轻时候的卡米拉到底有什么魅力 而且聪明的安妮长公主向女王母亲申请了特权 不需要向卡米拉王后行屈膝礼 据王室成员透露 只有安妮长公主一个人有这个权利 据外网报道 安妮长公主时刻提醒着卡米拉 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安妮长公主在宴会上告知卡米拉 你只是国王的配偶 不是英国王后 在安妮长公主的心中 不支持卡米拉成为英国王后 可能她与大多数人一样 可能是因为卡米拉王后 想提携自己家人的传闻越来越多 更值得安妮长公主警告卡米拉 老实一点 毕竟安妮长公主什么都敢说 她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对查尔斯三世 经见王室的制度 她表示现在不是好时机 安妮长公主的性格就是这样 不对的就要说出来 据悉卡米拉王后也尽量维持着家庭和谐 不和安妮长公主发生冲突 对于安妮长公主的警告 卡米拉只能照做吧 希望安妮长公主一直监督卡米拉 一位王室专家称 查尔斯王子和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认为 近几个月来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与批评者较量不是个好主意 英国《每日快报》的王室记者 史里查德·帕尔默 揭露了他所理解的高级王室成员 对苏塞克斯特夫妇在最近的隐私战中 与媒体斗争的看法 帕尔默认为 哈利和梅根似乎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帕尔默表示 据我所知 哈利王子和梅根王妃对媒体的对抗态度 并没有得到英国王室的支持 在这一点上 他们是孤立无援的 这位王室记者指出 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等英国王室高级成员认为 他们不以公开的方式对抗媒体会更好 帕尔默在推特上写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 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 以及剑桥公爵夫妇都认为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而且已经有了说法 因为他们都和媒体的关系曾都有过起伏 据悉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查尔斯王子和梅根的关系非常亲密 在梅根·马克尔嫁给英国王室的当天 查尔斯王子以母亲的身份带他走上红毯 因为梅根的父亲托马斯·马克尔 因健康原因不能乘飞机飞越大西洋 抚英国参加这场婚礼 查尔斯和卡米拉认为 梅根和哈利与批评者较量不是个好主意 在2018年婚礼后 因对艺术和文化的热爱 以及对哈利王子的爱 查尔斯王子和梅根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名利场 这场婚礼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查尔斯对哈利和梅根表现出了极热情的爱 我想哈利会永远感激他的爸爸 因为他的介入才有他和梅根的婚姻 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位消息人士继续说道 查尔斯一直非常支持梅根 以及他和他自己的父亲所经历的一切整职 梅根给查尔斯的印象非常好 查尔斯认为 梅根是哈利所遇到的最好的人 在与媒体的关系上 哈利和梅根在英国王室内 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王室记者帕尔默强调 据了解 与梅根和哈利关系密切的高级王室成员 一直反对他们的隐私保卫战 据悉 英国女王对哈利和梅根 与媒体的糟糕关系感到失望 这位记者接着说道 英国女王很失望 在苏塞·克斯特夫妇结婚的前18个月里 外界的猜测就变成了现实 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 伊丽莎白二世关心他们的情绪健康 希望经常能看到他们 这周早些时候 哈利和梅根的发言人宣布 苏塞·克斯特夫妇将在这个冬天休假 将远离桑德·林厄姆 将不和英国王室成员一起过圣诞节 这一消息再次令外界目瞪口呆 相反 哈利夫妇王妃将和梅根的母亲 阿尔奇王子的外祖母 多利亚·拉格兰一起过圣诞节 他们强调 这对夫妇期待着更多的家庭时光 他们补充道 他们在桑德·林厄姆 度过了过去的两个圣诞节后 他们的殿下 今年将作为一个新家庭 与公爵夫人的母亲 多利亚·拉格兰一起过节 这一决定也符合英国王室 其他成员此前的惯例 并得到了英国女王陛下的支持 哈利夫妇的发言人指出 出于安全考虑 白金汉宫不会透露梅根 阿尔奇和哈利王子 在节目期间将住在哪里的更多细节 帕尔默透露 英国王室其他成员 也欢迎哈利和梅根的休假 他们承认 梅根和哈利需要一些时间休息 帕尔默说道 与一些人的观点相反 苏赛·科斯特夫妇 并没有被逐出英国王室核心圈子 每个人都意识到 他们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帕尔默最后说道 我的理解是 昨天上午他们打算远离 桑德林厄姆过圣诞节 但还没有敲定具体计划 他们也还没有告诉英国女王 他们决定怎么过圣诞节 一旦有了具体决定 他们就会发布公告 因为媒体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尽管媒体哈利夫妇的关系很差 一位王室内部人员称 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 永远不会原谅梅根·马克尔 伤害了她的丈夫查尔斯王子 36岁的哈利王子和72岁的父亲 查尔斯王子的关系日渐疏远 特别是从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夫妇远走高飞 前往加州开启新生活之后 父子关系急剧恶化 在接受采访时 哈利王子曾多次表达了 对父亲查尔斯王子的不满 他抱怨说自己对王室抛弃了 并暗示查尔斯王子的做法 让他倍感失望 据《净报》报道 截至2020年4月 查尔斯王子给哈利王子和威廉王子 拨款450万英镑 从此以后 查尔斯王子断绝了 哈利王子的经济往来 哈利王子和梅根·马普克尔 目前住在圣巴巴拉市的一栋豪宅里 价值1150万英镑 苏塞克斯夫妇在接受 奥普拉·温·弗瑞采访时的所有指责 都让其他王室成员感到不安 随着哈利王子宣布 他将出版新的回忆录 这意味着 两人继续对王室成员进行攻击 这本书将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登基70周年的同一年发行 74岁的卡米拉 于2005年嫁给了查尔斯王子 据说 她对于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行为 非常愤怒 以至于苏塞克斯公爵的妻子 和她继母之间的和谐关系 出现了裂痕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每日电讯报 我认为卡米拉永远也不会原谅梅根·马克尔 对查尔斯王子的所作所为 或许是由于之前相似的经历 他们彼此相互吸引 给人以温暖地扶持 在梅根·马克尔刚刚嫁入王室时 卡米拉对她帮助很大 不光是卡米拉 梅根·马克尔跟查尔斯王子之间 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梅根父亲 托马斯·马克尔 无法参加女儿婚礼的情况下 是查尔斯王子挽着梅根·马克尔 走过了婚礼上的红地毯 查尔斯也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达了对梅根·马克尔的满意之情 但是很遗憾 随着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退出王室 他们的关系出现巨大的裂痕 且无法挽回 杀手